無線台興劇超能試者終極大BOSS究竟是誰? 又繼續回來我們全民亂禁錮 繼網民亂鼓阿敏、劉沛月和威仔沈鎮軒 都有可能是終極大BOSS之外 第三位上榜的嫌疑人就是袁叔張國強 袁叔這個角色由一開始就被人感覺很正氣 而且心地善良,經常都派繁益街坊 安道理,很難將他和終極BOSS聯想在一起 不過神奇的網友就是這麼腦洞大開 有人就認為這部劇監製是文偉紅 他最喜歡將終極BOSS隱藏在一些不起眼的人物當中 然後就留個懸念要大家鼓探死 好像之前的使徒行者一樣,就掀起了全民鼓臥底 還有今年初的鐵拳英雄,被一樣令到觀眾勁猜BOSS 所以,有網民是認為,袁叔這個角色雖然普通 但正正因為太普通而令人覺得有可疑 有消息指,其實他擁有控制磁性的超能力 雖然表面上是正義爆燈的袁叔 但其實一直在隱藏自己,實情奸到出執 不過,智信妹就有些不明白 那大家都無得罪他 如果他真是終極大BOSS的話,又是為甚麼呢?